這個練習是練習4A 首先開啟了tomato.psd的檔案 在file open這樣開啟 然後找回tomato的檔案 然後開啟了 開啟之後 我們首先要把畫面乾淨一點 不要有其他的fooling box 有的話就在workspace 把畫面乾淨一點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是 把這個由深灰至淺灰的背景 勾出來 不要了 這個動作中文名叫退地 英文名叫clipping path 怎樣去做呢 首先找一個path的工具 按一按Pan Tools 按完之後在上面看看 就視乎你用cc、cs6、cs5 那個icon不同 那記著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用一個path 這叫path 如果你用了shape 那就沒辦法了 變不回 很難搞的 那首先呢 有時候有些同學就是這樣的 看到path是變成一個x的 不用怕的 或者十字 只要你按了cap lock caps lock 在你的鍵盤左下 左邊數下來 第四粒 那你只要按cap lock 那就沒事了 那我們就放大一點去看 其實呢 我想如果你有經驗 玩過illustrator的手 其實一樣的 不過這裡就有多少少的東西 可以做到 那我們首先呢 就是在這些這樣的 這些這樣的 就是摺點那裡 開一筆 就是點一點 然後縮小一點 跟著番茄在那裡勾出來就可以了 那我就按著這個mouse 然後就拉 跟這個shelter一樣的 那拉完這一點之後呢 那我就 我怕它這裡畫不到 所以你就按著option 鍵 將其中一支槓桿弄斷它 然後就拉 那大概這裡到 那其實呢 如果你勾圖呢 那條線你一看到 就是盡量 是進入了那個圖裡面 就不要出了那個圖 就是不要這樣 盡量進入了下去 那變成你如果 真的勾得不漂亮 其實你都看不到 因為你進入了那張圖裡面 但是如果你出了那張圖呢 你看到那些白色 少少白色的背景出來 那這樣就不漂亮了 OK 那這樣就一路去拉 那這樣上回去 放大一點點 command 加 那其實呢 如果你勾圖呢 是 越放得大 就越漂亮的 就是越勾得漂亮的 越仔細的 那就視乎你這個job 是有什麼需要 那接著呢 就按住option 鍵 那我把他 畫得漂亮一點 那其實真的 跟那個 illustrator 那個畫 path 是差不多 少少不同 我自己喜歡在photoshop 畫多一點 因為photoshop更加快 和更加穩定 好 那就是一路畫下去 啊 這裡畫錯了 那我選擇option 就繼續下去 那有時候 如果小到是pixel 我們可以快一點點 什麼叫pixel 就是你看看 這些器材格 那實際小到這樣 就未必看得清楚 你看到這裡 有一個點可以放進去 這裡有一點 那我先放進去 那 然後呢 你會發現呢 那個番茄叫做退了地 但是呢 這些洞洞還沒搞定 這裡有1 2 3 3 4個洞 那怎麼做呢 那如果你想把洞洞 記得先把洞洞洞 就是按著 command 鍵 按一按 外面 然後繼續畫 繼續 command 鍵就是 PC 的 control 鍵 好了 那又是畫完了 就是按著 control 鍵 在外面 按一按 繼續畫 畫完這兩個空間 就搞定了 OK 繼續 多了 好 最後了 這個了 然後呢 要把那些 ka-3 4 域 和記憲 收一下那些 path 做法 完成了 那完成後呢 有一些工序 這是什麼工序呢 就是 現在你畫了Path之後,其實它不會退地 它只會畫Path在圖上,即是畫背指腹線在圖上 那你真的要把它勾出來有幾個動作 第一,就是先選出Path 這裡選出了,然後將Pathsave 其實這個savePath的動作只是在Photoshop的檔案裏 並不是真的save了Photoshop 即是說在PSD裏面save了,那Path叫什麼都無所謂 save了,即是說下次再畫那些字,只要KKK找回Path 然後我就將它選取了 選取了,它要怎樣做呢? 這個Path下面有幾個圓圈的 有一個是好像虛線的圓圈,就是等於選取 如果不是的話,你可以按住Ctrl-Cmd 按這個圖圈,它也會選取了 選取了之後,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將這個番茄從這個底部拿出來 拿上一個新的圖層 我們要不就可以在Layers 有幾個方法做的 最簡單就是Edit,Copy OK,即是Helite Edit,Copy,接著開個新圖層 Edit,接著Paste 如果Paste,就按Paste 那你會看到兩個番茄在那裡 如果你想快一點的方法,其實還有的 你可以按一個按鈕 叫做Cmd J 那就叫做Layer New Layer Wild Copy 這個 那它就會再新增一個 新的番茄在新的圖層上面 OK,就好像緊了 現在可以關掉眼睛看看效果 其實它沒有抽到這個 只是把這個敲背了一個 然後把新的圖層 透明的地方等於是... 抱歉,格式的地方就是透明的意思 那現在我想要做什麼呢 我就不要掉下面的那些了 那我一次就丟掉它 然後呢 就是把Photoshop 其他多餘空間 拿走它 那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透過Image的trim 我們可以把透明的Pixel 刷拆掉它 就是這個叫Transparency Pixels 那你就看到了 一按它就把它收裁 把它收裁這麼小 那我們用這麼小的去做一些效果 那待會介紹呢 就是這一堆東西了 剛剛trim完之後 我發現Canvas太小了 其實我想它多一點 有五位 就是exactly這樣 那麼fit 那我想多一點 那怎樣做呢 那可以在Image的Canvas Size Canvas Size就是那個 底的大小 那底的大小呢 然後給它多一點 現在是692個Pixel 那你可以比較它 就是700 那height那邊呢 就是700 那你們看效果 那你們看效果 那多一點 那我想都還沒夠 那我想要厲害一點 一下 Canvas Size 那現在就800 800x800 那現在好像好一點了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講一下 怎樣用一些Adjustment Layer 那其實我們做Photo索呢 沒有投到 令到那個原稿呢 是不會轉壞 或者是不會弄壞了它 那我們在上面加一些 Layers啊 或者是 加一些Smart的Filter 那令到原稿 我們隨時都拿回來用 那現在就試一試 Adjustment Layer 那首先我把它變成一些 很Postalized color 什麼叫Postalized呢 就是可能只剩下兩種顏色的 那我看看這裡有什麼 Black and White View to Filter Channel Maker Color Look Up 好 試一試Postalize 那Postalize 你看到已經格格了 那但是你還沒試之前呢 其實我們做錯了一點點東西 那應該呢 把這個呢 吸一個出來先 那就是我常常說 留一個種的嘛 那萬一不小心弄壞了 就不能回頭 那現在我們現在 是這個叫做Postalize 要找一找的 Postalize 那你看到呢 它只剩下幾種顏色 或者如果多些 Postalize 它就少一些 那最厲害的就是 剩下兩種顏色 好了 那Postalize 了之後呢 先上去吧 那Postalize 了之後 就可以試一試 其他效果了 那譬如呢 我們想試多一個 把其中一個 吸了它 然後放在上面 那現在這個呢 就試一下 Filter裡面的一些 效果 Postalize 的 Color Halftone 那你會見到 就會 會將這個圖形 好像變成了印刷 那些四色效果 那樣的 你看到這個 那 那 我可以嘗試幾個 Filter 夾在一起 那可能會有些 特別的效果出現 譬如我將這個 Pixelize Pixelize 了的 番茄 那甚至我將它 透明了 那把它變成 Multiply 那就只剩下黑色 那 跟著 因為這個有Filter 你看到後面 有些不同的效果 那所以呢 其實呢 你一直按上去 可以一直加上去 那但是呢 這一刻呢 我希望你做到這個效果 即是有一個 Pixelize 的 番茄在前面 然後呢 中間呢 就用一個Posterize Color 將顏色減淡一點 那你做完這個之後呢 那你Save 了它 那檔案令 全新檔 包含Save As 這樣 那Save As呢 然後呢 你可以打個名字 譬如叫做Mgma Uwai Tomato 那這個不太重要 因為呢 我們遲些就會教你 嗯 嗯 嗯 Save 了下去 那個Shader 即將它embed 了進去 那你就可以用了 那就Save 了 那搞定了第一個練習 就是說 將這個 番茄去做這個效果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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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